林浩这个长子的话,确实有些出乎林凡这个父亲的预料 若润仇怨,林家跟远古神明的仇怨,绝对比外来者还深 毕竟在林凡的干预下,远古神明谋划多年的事不但失败了 群体中还死得死伤的伤 到目前为止,因为林凡而挂掉的神明,没有十个也有七八个了 再轮回正式核心地,此时还镇压着一个生死不明的女神呢 两者之间的仇怨,早就已经达到划不开的程度了 林凡想过联合抗敌,可说联合这些远古神明 他一时间还真没有朝这方面去想 但林浩却这样去想了,而且很坚决,显然不是临时起义 很大胆的想法,不过若是真能联合,确实很好 林凡点头给予认可,要是真能联合到这些远古神明 绝对能够起到极大的作用 别看这些远古神明在他手上被逼得很狼狈 但那都是有着很多外部的影响在 封印显化出的金色巨眼,是这些神明最大的掣肘 要是彼此联合,利用人族气韵暂时帮他们规避金色巨眼的压制 到时候,他们展现出的实力绝对能充当对外的主力 不过,这是往好的方面想 最大的可能是得以规避掉封印压制后 他们第一时间就转头把林凡他们这些队友先安排了 这个状况不是什么小概率事件 而是极大可能发生,甚至会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父亲也觉得好事吧 林浩高兴了起来,一次次的认可 让他脑袋愈发灵光 至于其他的,他完全没考虑 不错,林凡再次微微点头 孩子的成长确实让父亲很欣慰 该给的鼓励还是要给到的 不过孩子的下一句话 就让他有些兴奋不起来了 既然父亲你也觉得好 那这个联合远古神明的事 也由父亲大人去操劳吧 毕竟您总教导我们,有能者多劳吗 林浩笑嘻嘻道 家里不是有一个被你镇压带回来的女神明吗 就从她开始就很好 相信父亲大人你能办得很好的 话语刚说完 他就直接一溜烟跑路了 给老父亲留个背影 林凡已经抬起手了 要给自己的好大狠狠来一下 没想到自己的好大早有预料 刚把话说完就直接跑路了 臭小子 到最后 林凡只能再一次给予好大同样的批评 但说归说闹归闹 这个事情确实要去处理才行 外来者进来搞事 就算无法联合远古神明共同抗敌 那也要把彼此的敌意消除掉 不会在最后对方进行被刺 可这样的事情了解归一个了解 但能够做得到 就不是说说就能够做得到了 林浩也很清楚这点 他也知道自己没办法搞得定 所以方法他可以给出来 但真正要去执行 只能推给自己的父亲 能者多劳 说的就是这么回事 知识该如何去能者多劳 就只能靠林凡这个老父亲了 轮回正式核心处 这个地方已经被开辟出了一个 专门运转的空间 这个地方没有多大 但却蕴含着轮回的力量 是出自神级正式存在的精心杰作 毁灭女神被镇压在这里 在本身就有问题的情况下 是不存在有强行脱离的可能 林凡来到这里 他已经苏醒过来了 可本身的气息依旧虚弱无比 宛若一个普通女子 你待如何 当林凡看到这个空间 清醒过来的毁灭女神 直接投来了冷漠无比的眼神注视 哼 好冷傲的女神 要不是我是当事人 还不知道 你已经沦为了阶下囚了呢 面对女神的冷漠 林凡直接呵呵一笑 缓缓走上前 毁灭女神的气势 哪怕已经沦落到阶下囚的低谷 依旧保持着 自己神明该有的逼格 可听闻到林凡的话语 他瞬间就无法再绷得住了 你该死 他很想抱起拼命 可最后却置余下气急败坏的自由 除了这一点以外 他想要多做其他 完全做不到了 这也让他变得更加的恼怒 看向林凡的目光 能够将林凡直接吃进去 作为堂堂的女神 你觉得说这样的话有意义吗 林凡没有争论什么 而是一步步地走到对方的面前 轮回阵势的核心处 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在上面有着轮回的印记 将整个空间笼罩 拥有着最为强悍的压制力 尤其是林凡回来 将轮回棋盘放归到主要核心位置 这个阵势就更加的恐怖了 毁灭女神本身就遭受到 难以想象的重创 现在在被镇压在这个地方 就更加不用说了 连动一根手指头都极其困难 不吹不黑 要不是林凡有着节操 把她给绊了 她连反抗都做不到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说的其实就是毁灭女神当前的状况 毁灭女神虽然很气愤 可也明白自己当前的状况 所以将这个怒火强性忍了下来 说说吧 你到底想要图谋什么 不要告诉本神尊 你真的闲着没有事情做了 毁灭女神冷漠开口道 明白自己当前的处境 她也没有啰嗦什么 而是直接直击重点 像林凡这样的人族强者 哪里有那么多空闲 既然不惜花费心血 将她镇压带回来 那肯定有人自身的图谋在 不存在什么 因为自身好色之图 要把女神扛回家的事 要是真这个样子 林凡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林凡挑了挑眉 她很想说咱 一开始就是闲着没事做 想要试试 把女神扛回家 是什么体验 就跟曾经一尊天地一样 要把外面遇到的女胖子 都扛回家 可现在她确实有事 所以调侃的话语 她并没得有去多说 而是默默地看向对方 说出了一句 一直以来的经典语录 你想死还是想活 简简单单的话 但却让场中的氛围 瞬间就陷入了寂静状态 不过这句经典语录 瞬间就遭受了 有史以来的最强爆破 我不想活 毁灭女神脸带微笑 直接给出了一个 醉酱的爆破回答 林凡的神情骤然一宁 女神果然与常规女子不一样 不过很快她又笑了 不一样的女神又如何 今天她要办的 就是不一样的女神 不想活 那就准备好废物利用 你你要干嘛 毁灭女神神情大变 完全无法维持 得了淡定 干你 林凡很平静地给予回应 却让女神的神态 更加绷不住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你堂堂强者 竟然要做出如此下作的事 毁灭女神 强行让自己平静下来 想要言语进行制止 可她现在被封印 加上此前燃烧本源 让神体受损 跟个柔弱女子一样 如何制止的了 她越是这样的进行制止 就越会勾引起异性的欲望 没了往日的光环 她身上没有了霞光遮盖 将本身拥有的外貌 完全显现了出来 一身黑色长裙 没有多余的装饰 只有一根紫色丝带 将盈盈一握的腰身竖紧 同时展现出 尚为那傲人的资本 白皙如玉的肌肤 因为本源受损 变得有些苍白 配上那完美精致的五官 跟那强作镇定的绝强神态 淡淡幽香 宛若阴丝花的独有的香味 让人不敢靠近 但又止不住沉醉 女神不愧是女神 只有叫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称号 完美 细致打量下来 林凡的脑海中 只余下这个评价 这样的女神 要是能够完全征服 对于一个男性而言 绝对可以说是 不枉此生了 还有一点 那就是这样的女神 系统老弟会 给出怎样的奖励 这绝对是值得期待的 也是因为这一点 林凡的目光 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 她越有侵略性 毁灭女神 就越无法淡定 连强行保持的表面平静 都难以维持了 危险的气息扑面而来 让无数岁越来 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此刻 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说吧 你到底想什么 本尊会尽全力配合你 毁灭女神败下阵来 这一刻 她真的有些 怕了眼前的男人了 在此之前 如果有人告诉 她会害怕一个人足男子 她绝对会嗤之以鼻 看都不多看一眼 可现在她确实是怕了 从内心深处 怕了眼前的男人 只能将自己的态度软下来 凌凡对此微微一笑 看着对方笑道 我就不能想要你 哼 虚伪的人类 一而再的恐吓 不就是想要让本尊妥协吗 好满足你的诉求 真是让人看不起的 下三难手段 毁灭女神冷哼一声道 她虽然被吓到了 从内心有些害怕了 眼前的男人 可她的观察力还是在的 一眼看出了其中底细 当然了 如果她不选择妥协 眼前的男人 也不会跟她客气 到时候 真就发生让她害怕的事了 好用就行 面对对方的贬低话语 凌凡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这次毁灭女神没再反驳 显然凡凡刚才的动作 真正的让她这个女神 感到害怕了 不太敢过于激怒 充满侵略性的男人 帮我联系你那些 所谓神明同伴 我想跟他们聊聊 看到对方服软了 凡凡顿时 笑了笑将自己的目的 说出 你想跟他们聊聊 毁灭女神文言先是一愣 你是想要将他们全部都骗上门来 好对他们进行一网打尽吗 有着封印压制 凌凡这个本土成长起来的怪胎 对付他们神明 可谓是处于绝对优势状态 就算不顾一切拼命 最终的结果 也很可能被活活耗死 就跟现在沦为阶下囚的他一样 一个弱小的人类 能够得到两件远古神兵认主 拥有的杀伤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尤其是在这一片天地 这个恐怖 可谓是无限放大 他虽然不在乎 那些和林氏同伴的死活 可要是他助纣未虐 让林凡一网打尽 那林凡就再也不会有顾虑了 他的未来 是原是扁就只能 任由林凡拿捏 在这种情况下 他自然不会傻乎乎 去做这样的事了 你这是在拒绝我吗 林凡并没有生气 依旧保持着笑呵呵的温和做派 但这样的温和笑容 却让毁灭女神的内心咯噔一下 没有让他失望 林凡很快就让其验证了内心的感应 只见林凡缓步走上前 轻轻一抬手 就轻松捏住了 他那想要竭尽全力躲避的精致下巴 将手中的下巴轻轻抬起 林凡再次向前拉进一步 请客见 两人的距离 就来到了能够清晰感知到 彼此气息的地步 灼热的异性气息扑面 让毁灭女神的心 前所未有的慌乱 你你放开我 他正扎着想要后退 可轮位普通人状态的他 如何能够摆脱得了 来自命运的枷锁 他用力拍打林凡的手 可对林凡而言 只是挠痒痒而已 反而让两人的距离 拉得更近 甚至在正扎间 让两人的嘴唇 不经意轻轻碰了一下 就这么一下 让毁灭女神的脑海龙的一下 犹如惊雷炸开 整个人都陷入空白的呆滞状态 林凡微微挑了挑眉 活了无数岁月的高高在上女神 没想到 竟是如此小女儿姿态 不过这个样子 要对付起来 那就简单得多了 只见他脸上 带着玩世不恭的轻笑 操控拖着精致下巴的手 微微一用力 陷入空白状态的毁灭女神 就不受控制 向前一倾 她空着的手一个环绕 就环绕住被紫色丝带束缚 隐隐一握地柔软洗腰 转眼之间 两人就轻轻环抱在一起 犹如一对小恋人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没有一点点迟滞的地方 无她 为首数二 毁灭女神刚回过神来 就面对如此暧昧的动作 滚滚而来的灼热气息 彭腹要将她融化 你流氓 她的脸蛋一下涨红 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 猛然挣脱了 林凡猝不及防的流氓环抱 高耸之处不断起伏 堂堂女神竟被逼得大骂流氓 这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感谢称赞 面对女神的大骂 林凡直接呵呵笑着进行感谢 被骂不生气还感谢 毁灭女神 气得牙齿都差点咬碎 本尊活了无数岁远 从未现过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 毁灭女神咬牙切齿 目光能把林凡整个人都吞进去 现在你不见到了吗 林凡依旧没有生气 笑呵呵地回答着对方的话语 还故意抬起手 放在鼻尖轻轻嗅了嗅 好像是在嗅刚才残留的淡淡于香 啊 本尊要杀你 毁灭女神彻底绷不住了 冲上来就要跟林凡拼命 就算是死 也要见林凡这无耻之徒一身血 不过林凡轻飘飘一句话 就让她整个人瞬间冷静下来 你再敢往前一步 就不是给你一个温暖拥抱了 不是一个温暖拥抱 会是什么就不需要去多言了 你的条件我答应了 倔强的毁灭女神 在林凡一套组合攻势下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最终选择了屈服 第753章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 紧急通讯令被激活 是毁灭那一边激活的 在一片隐秘之地 从林家庄园无功而返的几个神明 全部都折服了下来 降低存在感 彻底被吓到的雷神 还准备直接沉睡 避过风头再说 扛不住我就熬死你 这个方法很蠢笨 但却很有效 不过还没等他们彻底折服 他们神明之间 用于紧急通讯的通讯令 却亮了起来 这个紧急通讯令 是通过规则手段凝聚出来的 只能使用一次 不是最为紧急 都不会用掉这个最后的手段 现在看到有人激活了 几个神明的目光都同时聚首 通过独有的手段 他们很快就确认 是毁灭女神手上的令牌 在这一刻被激活了 要不要练尖 雷神确实有些怕了 在此时的表现 颇有惊弓之鸟之意 此次我等离去 让他独自对战 很可能已被镇压 若进行链接 会不会暴露呢 亡灵之主非常谨慎 第一时间考虑的 是不是会暴露的问题 他虽然没有跟雷神一样 被彻底打怕 可对于人族冒出来的怪胎 内心也是忌惮不已 暂避锋芒 才是最优的处置方式 你们真是够废物的 竟被人类 吓成如此惊弓之鸟 同位远古神 真是一种耻弱啊 面对两人的软弱 血色平原之主 再一次毫不留情嘲笑 血色眼眸中 看向他们满是轻视 面对毫不留情面的嘲笑 两个开口的神明 直接一翻白眼 就知道他们装逼 你心理上啊 之前跑呢 莫快干嘛 你这么牛逼 毁灭女神遭镇压时 你怎么不敢上去干一家 现在出来牛气哄哄 也就实力不如你而已 否则我非干你不可 让你一天天就知道装逼 心里都不爽 他们直接无视 血色平原之主的话语 朝一直不说话的魔神忘了过去 相比于队伍里的装逼犯 还是谋而后动的魔神 靠谱得多 还有一点 那就是 魔神的实力 其实也非常不弱 但从来不爱装逼 两者比较 可谓一个天一个地 面对同伴投来的目光 魔神没有掉链子 略作成因一下就回到 短暂的通讯 我等暴露的几率很小 而且 毁灭是我们同盟里面的主要一员 他的信息很重要 值得我们去冒险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们已经元气大伤 最主要的成员 确实容不得他们轻易舍弃了 血色平原之主 这个不可控因素 要是没有另一个制衡 对于他们而言 实在太危险了 看似无脑的嘲讽 实际是在不断给他们下套 想要以此影响他们的心神 在需要的时候 将他们推出去当炮灰 活了这么九岁月 就算是诸都成精了 更不要说是神 魔神对此看得很轻 另外两个 也同样不是傻子 当魔神的话语落下 没有过多犹豫 就同意激活了 他们手中的紧急通讯令 开始了链接 通讯令微微震荡 毁灭女神的等高投影 就从通讯令上面散发的光泽中 缓缓显现 虽然轮位接下球 可毁灭女神的气势 依旧凌厉 让人不敢轻易跟她的眼神对视 说好的共同进退 你们几个还真是够果断的 彼此建立好链接 毁灭女神就直接冷笑给出一眼 听到这个话语 几个神明的脸上 都浮现出尴尬之色 就连血色平原之主 都不好意思装逼了 当初毫不犹豫撤退 虽然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在其中 可彼此都不是傻子 懂得都懂 现在被直接戳破 他们脸上自然是有些挂不住的 此前确实是我等歉途 但当初的状况你也明白 我等当初的决定 绝对是最优选的 雷神黑黑一笑 还是觉得有必要解释一下 缓和彼此气氛 这确实是很不错的选择 可毁灭女神的下一句话 更加让他们没办法绷得住 结果呢 毁灭女神淡淡反问 没有什么怒火 就是平淡注视着他们 呃 话题瞬间被聊死 这确实是我等之过 可那人族怪胎实在太奇葩了 不单单是他本身 还有他的家人 也一个个都是奇葩 我等虽然努力去尝试 但终究是未能如愿 雷神无奈开口 这次虽然整得很狼狈 但也非战之过 他们已经很拼命了 但奈何遇到了怪胎 遇到了奇葩 本人是怪胎就算了 连家里面的人也不正常 硬生生逼得他们无功而返 好好的计划破灭 这说起来虽然很丢人 可硬要来算 确实不是非战之过 无需多解释了 在本尊看来 而等的胆气都被打破了 毁灭女神轻轻摆了摆手 不想在这个话题多纠缠 但几个神绷不住了 他们确实被打得有些狼狈 颇有不愿继续面对之意 可也只是觉得没必要而已 而不是被打破胆气了 作为高高在上的神明 他们如何会畏惧 一个人族蝼蚁 没带犹豫 他们瞬间开始了反驳 好 既然等不怕 那就来一趟这个人族的庄园吧 毁灭女神 面对他们的反驳没有争论 而是直接说道 嘎 反驳的话语戛然而止 没想到 这竟然是一个激将法 不敢了吗 毁灭女神没有掩盖什么 她就是故意的激将法 雷神沉默了下来 亡灵之主也陷入沉默 一直表现得嚣张跋扈的血色平原之主 远目光略微闪烁下 同样不做言语 好 我去 就在氛围沉寂时 一道回答传了出来 正是沉稳的魔神 这回答犹如惊雷 不说三个在身边的同伴 就连毁灭女神 也觉得非常的意外 魔神 你 雷神跟亡灵之主 作为三人组成员 闻言一下 有些急了 没有魔神组成小联盟 他们面对血色平原之主的算计 就得彻底陷入到被动了 魔神微微抬手 将两个同伴的话语打断 平静道 毁灭竟然联系我等 不可能让我们平白无故去送死 我们活着的价值 绝对比死去的更大 听到这个解释 雷神跟亡灵之主略作沉吟 就不再言语 血色平原之主 环绕一圈这些同伴 嘴角微微一个上扬 也同样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毁灭女神 注视着沉稳回答的魔神 对方分析得不错 正常情况下 他们活着的价值更高 他也不可能让他们送死 可奈何现在不正常啊 那灼热的气息 随时都能将它融化 不得不做出妥协 当然了 只要这些同伴愿意配合 也不一定一定会是死路 甚至 这还会是一个机会 一个他们摆脱困境 彻底脱困的机会 对此 他心里很清楚 也很平静 虽然这次遭受逼迫 但何曾不是他放手全力一搏 可恶的男人 呵呵 鹿死水手还不一定吗 第754章 来自人类强者的压迫 林家庄园 轮回正式开辟的空间内 看着眼前的完美女神 林凡微微挑了挑眉 本来以为会有些波澜 没想到都沦为普通人一般的女神 依旧能够轻松完成她的任务 整个过程的火候拿捏 可谓是恰到好处 并没有因为自身落于困境 就受到影响了 这绝对是装不出来的 只有内心的真正强大 信念无敌 他们都会过来 至于如何说服他们 那只能靠你了 紧急通讯令完成自己的使命后 就缓缓消散了开来 毁灭女神没多余动作 随手将最后一丝灰烬挥散 就重新看向林凡道 有劳了 林凡笑着道谢 如遇春风的样子 好像刚才两人之间 并没有任何的不愉快一般 你还有这个素养 本尊玄以为你只会持强凌弱呢 毁灭女神带着冷笑道 显然刚才的事情 让她依旧生气 从诞生以来 她还从未被异性接触过 更不要说轻薄的动作了 林凡这个人类男子 竟敢如此胆大妄卫 哪怕现代形势比人强 她依旧难以掩盖怒火 这一次 她算是真正的 将林凡这个人类男子 彻底地记下了 林凡手背上的毁灭天恒印记 漆黑如墨 就是最好证明 林凡也察觉了 不过她并不在意 她能拿捏对方一次 对方就永远别想逃过她的手心 姥姥实实还好 要是敢整一些花里胡哨 她不介意让对方 对自己更加铭记 永世难忘 我的素养高着呢 等以后接触多了就知道了 林凡笑着调侃 真的就跟彼此是什么老朋友一样 呵呵 毁灭女神回忆冷笑 眼前的男人 她可以说是 看得透透的了 两人的交流 就以还算和睦的方式结束 另一边 神明既然有了决断 那形式的效率 自然非常高 在当天傍晚 四尊在林家庄园碰壁过的神明 再一次踩着霞光 来到了林家庄园上空 他们依旧威风凛凛 身上有着无尽的规则力量在环绕 逼格这方面 可以说是拉满了 可相比于第一次到来 他们这一次 却显得有些狼狈 不是外貌上面的狼狈 而是他们气质上面的狼狈 完全无法提起 应有的神采飞扬 尤其是看到林家庄园门口 那几个凹下去的坑洞 这些到来 神明更加难以神采飞扬 就连往常与装逼犯 显现的血色平原之主 此时也神情有些严肃 杀戮之气在周身环绕 进入了完全戒备的状态当中 明明不大的人族庄园 在往常 他们抬手就能灭 可现在却让他们都不得不严正以待 林家的守卫们 他们是一样如临大敌 而是随意抬头望眼 然后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被一群蝼蚁如此藐视 让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但他们又不敢抱起发作 憋屈 前所未有的憋屈 堂堂世间强者 竟是如此一个待客之道吗 魔神不想爆发冲突 此时站了出来 沉申开口说道 在规则力量加持下 不大的声音 犹如浩瀚天鹰 在林家庄园回荡 算是一个小宣誓 他们这次是受邀过来 说是客人不畏过 如此待客之道 这是丝毫不把他们放眼里吗 神明不可轻辱 就算你实力再强 也同样如此 你们是又牵奏吗 一个壮硕异常的少年狼 从庄园内踏空而出 正是林家的三子玲珑 面对强大的神明 他没有丝毫敬畏 直接扬起自己砂锅大的拳头 裂了裂嘴说道 看到这个壮硕少年狼 以体魄文明的雷神瞳孔微微一缩 眼中浮现出忌惮之色 其他神明也是如此 没有一个因为年少就敢轻视 之前他们硬闯进去 在小青能力的加持下 他们都亲眼目睹了 砂锅大拳头的犀利 雷神自古闯下的威名 差点就在这个拳头下一招葬送 不得无理 这是为父请来的客人 还不给迎进来 一道平静的呵斥传出 正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当听到这个声音 四尊神明的气息都骤然一凝 从玲珑身上收回目光 眼中满是郑重 面对一个被他们曾经放养的人类蝼蚁 他们这个反应 可以说是极其耻辱的事 可现在他们却情不自禁 完全无法控制 一切出自本能 跟我走吧 来了就别傻傻处着 害小爷被我爹骂了 玲珑不敢反驳自己父亲 就把气撒在这些神明身上 这让他们憋屈得很 可这个庄园的主人就在眼前 他们就算觉得憋屈 也只能忍着 没多久 他们就为自己的选择点赞 因为近距离接触 他们才算真正看到 这里主人的可怕 尤其适当 他们看到 被完全封印住了修位 化为普通女子一样的毁灭女神时 他们每一根心弦 都被狠狠地绷紧 掌控毁灭规则的神明 就算是掌控杀戮规则 形势霸道无比的血色平原之主 也无法面对这一幕 保持得了松弛 再想到这样的存在 特意邀请他们过来 就更难以平静了 这是鸿门宴 而且 还是一届加强版的 人类 我们硬邀来了 你待如何 就直接言明吧 魔神再次站出来开口 显然已经被推出来 当作代表了 我想跟你们联合 办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林凡没有整一些虚的 让到来的神明 在凉亭落座 就将自己的目的 直接说了出来 你跟我等联合 在场神明恶然对视 甚至内心忍不住 有些想笑了 以双方的仇怨 碰面不打死 打活都算好了 还联合办事 是不闹着玩吗 就连作为代表的魔神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了好一会 他看了看 作为陪同在一边的毁灭女神 才再次开口道 人类强者 你确定你说的话 不是故意戏耍 你觉得呢 林凡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脸带微笑 开口反问 看似很平常的反问 却把到来的神明 给整不会了 与此同时 他们的心弦 也不知不觉 遭到了林凡的牵引 或者说 逐渐落入林凡的掌控了 当你的实力足够 掌控神明 并不是难以完成的事 选择平静观察的毁灭女神 都止不住为之侧目了 这是绝对的实力 配上绝对的自信 形成的绝对气场 就算是曾经的远古神明 在这个环境 这个阶段也难以抵御 我不觉得 我们有什么能联合的地方吧 魔神深吸一口气 开口打破这个 让他们逐渐压抑的气场 眼前的人类 若患他们巅峰时期 抬手就能抹除掉 按理 哪怕他们现在落魄了 也不可能在气场上面 被完全压制 可实际就是如此 给他们的感觉 就好像高高在上的神明 在对方的眼中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一样 这是一种怎样的底气 又是什么东西 能够给予一个人 如此到位的一个点 他们心里没有答案 毕竟挂逼的世界 就算是曾经高高在上的神明 依旧不会懂的 比如接下来发生的事 他们就同样没办法懂 为什么没有 我说有联合的地方 就有联合的地方 林凡笑呵呵地坐着 跟一个祥和的公子哥一样 可他口中的言语 却比任何动作都要逼人 没有联合的地方 我说有那就有 不要你来觉得 只要我来觉得 龙 这种霸道的言语 瞬间就让几个神明 止不住炸锅 别看遭受了挫折 让他们不得不略微低头 但他们属于神明的威严 并没有舍弃 人类 我承认你有着 让我等鸡蛋的实力 可这不代表 你就可以高高在上地 藐视我等 神明不可辱 要付出血的代价的 就算以魔神的稳重 在这一刻都难以绷得住了 一直相对沉稳的口吻 逐渐变得冷 至于其他三个同伴 早已绷不住 危险的气息 开始从他们身上弥漫 随时可能报起 这点我认可 不过这血的代价是来付 却是未知了 林凡笑着点头 缓缓从凉亭的石凳上面站起 他没有跟即将要报起的神明一样 散发什么发恐怖气势 知识很随和地站起身来 可整个庄园所在的区域 却好像要活过来一般 天上的星河倒转 整片天地发出嗡鸣 一个轮回盘虚影 显现在众人的上空 接着四尊神明不受控制 被挪移到另一片虚空 这片虚空灰蒙蒙一片 好像没有时空的概念 就算以神明的意念 也无法穿透出去 唯一的光亮 就是天空中散发幽光 不断缓缓下压的轮回盘 这正是轮回正式 显现出来的轮回盘虚影 不过相比于之前的虚影 这次的虚影 不但更加的凝实 压迫力也更为恐怖 因为在虚影的核心处 有着一块弥漫着 真正轮回气息的实质气盘 其中不断弥漫的轮回气息 跟轮回盘虚影不相互澎湃 让轮回盘虚影完成了某众升华 该死的 是轮回之主的六道轮回气盘 他竟用这一件远古神兵 充当了正式核心 四个被轮回盘吸引覆盖的神明 神情奇奇大变 他们没有预料到 灵凡出手如此果断 也没有预料到 灵凡竟用一件可怕的远古神兵 充当正式的核心 而且还能完美运用 让两者达到相互澎湃的效果 想要做到这一点 不单得有与远古神兵完全契合的正式 还得有难以想象的正式造诣 这其中缺一不可 但灵凡却做到了 悬翼言不合就用来镇压他们 你不是说 毁灭不会骗我等上门送死吗 眼前这些 莫非是开个玩笑话不成 血色平原之主 眼眸弥漫着血光 冰冷注视着魔神 手中的血剑 在这一刻已微微出窍 这同样是一件远古神兵 之前的战斗他 从来都没有真正激活过 这件恐怖兵器 因为以他们现在的状态 想要真正爆发出远古神兵的威势 就得耗费本源 想要恢复过来 极其困难 之前拼命的毁灭女神 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佐证 但现在却缓缓复苏了 要真正展现出远古神兵之威 面对这个质问 还有真正远古神兵之威的压迫 魔神的神情便得愈发的难看 他没有预料到 毁灭神尊真的哄骗他们 上门送死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 就算他不相信 也改变不了了 事已至此 多言已经无意了 还是想办法脱困吧 雷神跟亡灵之主 在此时站了出来 不管谁对谁错 现在都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而且他们是三人小同盟 不管是什么情况 他们都得站好自己的队 既然如此 那就由你们来打开一个缺口吧 只要你们能够做到 本尊就能强行展开轮回盘虚影 开辟一条通道 前一刻随时都可能要发难的 血色平原之主 文言在下一刻 就将手中略微出鞘的血剑收回 嘴角略微上扬开口 并退到一边 这个反应 显然早已有谋算了 你 他们想要说什么 可是已至此 还能说什么呢 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顶在前面 你们俩协助好 魔神很清楚 现在不能乱 不管灵凡是不是真想要灭了他们 都必须要先顶住再说 只有不处于被动状态 他们才能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魔炎 魔神率先动手 直接燃烧本源 用出最强攻法手段 他没有远古神兵 但他用出的魔炎 却不会比远古神兵弱 是一种另类的本命神兵 雷神跟亡灵之主 作为亲密同伴 看到魔神都拼命了 也只能咬牙跟着上 一个挥舞着手中的神锤 一个抽出一把白骨长剑 同样开始燃烧自己的本源 爆发出最降状态的实力 血色平原之主 看到这一幕 嘴一角的笑意更浓 他没有出手 而是在一边伺机而动 也不知道是找机会 一举破开轮回阵势 还是找机会 给自己的队友来上一下狠的 轰隆隆 剧烈的碰撞开启 轮回正式开辟的特殊空间 彷復置身于黄泉地府 任由几个神明爆发 而不被撕裂 轮回盘的虚影 在轮回气盘同根同源的加持下 持续不断地往下压 跟神明拼命地反击撞在一起 掀起惊天波澜 你真打算除掉他们 在轮回盘虚影上空 毁灭女神站在林凡的身旁 看到这一幕美与微咒 开口问道 他已经知晓 林凡提出的联合 是要对付外来者 并不是让他忽悠对方上门来送死 所以有了当前的这个询问 林凡脸上的笑容不变 好像突然翻脸的 不是他一样 此时听闻询问 就带着笑容回到 联合自然是真联合 不过不是求着联合 而是彻底给打服 完全由我掌控的联合 你想奴役我吗 毁灭女神的目光一宁 终于明白 眼前男人的打算了 恭喜你答对了 林凡没有隐瞒什么 直接大大方方地点头承认了下来 毁灭女神冷笑 第一时间就想反驳林凡痴心妄想 神如何会被凡人奴役 可看着安静毅力 脸上始终挂着温和微笑的人类男子 他一时间竟有些没法自信了 毁灭女神一时有些失神 不过很快他又笑了起来 神明不存在被奴役的 要是能够被奴役 当初如何会被封印 而不是直接奴役 就算现在的神明 再封印的磨面下 不如以前了 可也依旧不是想奴役就奴役的 不单单是实力的问题 还有他们这些所谓的神明的本质 根本就不存在奴役的可能性 看你的反应 是不相信我能做得到对吧 看着毁灭女神的变化 林凡笑呵呵地开口询问道 毁灭女神冷笑不语 但其中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敢不敢打个赌 林凡没有就此生气什么 而是顺着继续开口道 打什么赌 毁灭女神平静下来了 很简单 就赌我能否将你这些同伴 掌控在手中 林凡将赌局说出 这个掌控手中也就是奴役了 可以赌注呢 毁灭女神微微点头 并没有太过在意 毕竟不管输赢 对于现在的她而言都没什么用 顶多也就打一下彼此的脸 算是无聊的消遣罢了 但等林凡的赌注说出 她瞬间就无法如此淡然 你的自由 林凡开口道 若是我无法做得到 就放你的自由 你确定不是戏言 毁灭女神的呼吸 逐渐变得急促了起来 她现在的状况 最渴望的就是恢复自由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我可以用我的五道根基来历史 林凡确切回到 达到他们现在的境界 已经可以接触规则的力量了 用五道根基来历史 要是敢于违背 将会自毁五道 未来不会有成长的可能 毁灭女神对此也清楚 她的呼吸顿时变得愈发急促 彭腹已经看到 自由在呼唤了 只要能脱离林凡之手 以她此前留下来的底蕴 就算被窃取了一些 也同样能迅速恢复 当那个时候 当前被动的状况 就能够彻底逆转了 若是我输了呢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强行平静一些 林凡绝对不是傻子 对赌不可能这么简单 林凡也没让她失望 给出的赌注回答 让她瞬间炸毛 同样很简单 要是你输给我了 就做我的女人 尽妻子该尽的义务 为我生儿育女 不可能 林凡的话语刚落下 就遭到了女神大人 毫不犹豫地拒绝 不敢了吗 林凡轻笑道 刚才的自信呢 还有你不想自由吗 这可是你唯一 获得自由的机会了 言语带着诱惑 就好像一个社会黄毛 针针诱骗 一个纯洁少女堕落 做精神小妹一样 这诱惑果然有效 毁灭女神的神情 开始出现了变化 她倒不是堕落的小女孩 而是自由 对她的诱惑太大了 在林凡的手中 她的身心安全 时时刻刻受到危险 甚至还会有 随时被强行亵渎的可能 虽然 她有最后反制手段 可其中的代价太大了 要不然 她也不会甘心 做一个接下球了 现在这个脱困机会 对于她而言 确实难以摒弃 好 我赌了 她最终微微一咬牙 答应下来 这个两人的对赌 既然你接下对赌 那就以你掌握的 毁灭规则启示吧 行 我以毁灭规则启示 若是违背赌约 降 随着誓言的落下 这一次的对赌 算是正式成立了 不管胜负如何 两人都不能赖账 要是敢于赖账 一道虚空轰鸣响彻 两者的启示赌约 算是正式成立了 林凡露出一抹笑意 显然这同样 不是临时起义的事情 而一边的毁灭女神 竟然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看来你很有信心啊 刚才是故意假装蒙骗我的 林凡挑了挑眉说道 毁灭女神文言 再次笑了笑 她确实非常有信心 两者之间的赌注 她也确实有 故意再假装的成分 神明不可奴役 不单单是神明掌控的规则 还有眼前这些神明的特性 因为它们并不是实体 而是神明意念 转化出来的神奇念 是的 神奇念 这些显现出来的远古神明 依旧不是什么本体 而是由意念转化 或者说演变出来的神奇念 真正的神奇念 这种特殊的意念体 本身就是转化出来的 并不是真正的本体 可谓是跳出三界 不在五行中 如何可能奴役得了 就算你有再降手段 无法渗透到根源 就无法进行掌控 因为就算你强行掌控了 也只是掌控了表层而已 在遭受困境的时候 随时都可能被被刺 林凡这个对赌 注定是要输了 不存在赢的可能 要不是确定这一点 他如何敢跟林凡丸这么打 以掌控的规则启示 这是不可能违背得了的 就算他有心违背 规则的力量 也会强行扭正过来 多余就不用说了 既然我们的对赌已经成立 那就让本尊看看你的手段吧 毁灭女神 第一次露出了会心的笑意 这一次的事件 是他吹响第一次反击的号角 这也是一个起始 未来他更会让眼前的人类男子 只想要敢于冒犯 他需要付出的代价 如你所愿 林凡认真打量对方一眼 像是要将对方此时的状态记住 接着就召唤出自己的血色长矛 如自由落体 朝轮回盘虚影落下 轰隆隆 魔神率领的攻坚队伍 依旧在进行着艰难的攻坚任务 硬生生将轮回盘的虚影给扛住 完全爆发下 就算是远古神兵 配上神级阵士的威势 依旧无法将它们压制下来 毕竟以林凡当前的修为 能够爆发出这两样东西的威能 终究是有限 而且随着不断爆发 轮回盘的虚影还被撼动了 毕竟不是真正的轮回盘 只是利用阵势显现出来的而已 想要将爆发状态的他们镇压 还是没有那么容易做得到的 不过当一个被龙鳞包裹 手持血色长矛的身影出现 这个状况瞬间就被逆转了 有着赌注的 林凡并没有保留什么 极致的力量调动 一艘金色的龙船在它胸口位置 若隐若现 为它提供最为欠缺的规则加持 明明是初步接触规则 却像是掌控了规则的神明一般 接着 它抬手朝朝回盘的虚影一案 作为核心处的轮回棋盘 光芒大量 接着整个轮回盘虚影 散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光芒 轮回的气息 瞬间浓郁到极致 轮回的规则力量 第一次被引动 冥冥之中 深处未知空间的一个巨大轮盘 微微震动了下 也是这个微微震动 让轮回规则的力量 犹如星河道卷 灌输到轮回棋盘的虚影当中 刹那间 以魔神为首的攻坚队伍 就遭守得到一股前所未有打击 让他们的气息瞬间萎靡 明明是相互对抗的状态 在这刹那间 瞬间逆转 完全契合自身的远古神兵 才是凌凡的真正底牌 轮回阵势内 血色平原之主蓄势待发 手上的血剑处于随时出窍状态 只要抓到一丝气机 他就会发出自己的雷霆打击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 被他用言语挟持 充当前锋的魔神三人组 竟然瞬间就被完败 明明起鼓相当的局面 在他完全没回过神 就被打破 轮回盘的虚影 好像化作了实际 滚滚的轮回之威 让整片空间彻底化为轮回路 他们身处其中 就好像无根的游魂 只能步入轮回 轮回 至高无上的规则 就算是宇宙 也无法脱离到了轮回宿命 在轮回的力量面前 他们这些所谓的神明 同样渺小 此时滚滚碾压而来 一切的反抗 都显得苍白无力 破 魔神三人组 鲜血狂吐 气息萎靡到了极致 紧紧一下 三个燃烧本源 爆发出当前最强力量的神明 就被秒了 真正的轮回力量 他竟然能真正 接引来轮回盘的力量 面对这个画面 血色平原之主 死死咬着牙 眼中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忌惮 乃至是畏惧 六道轮回盘 传说中的无上神兵 承载着轮回规则 哪怕只是接引下来一丝力量 也不是他们当前能够对抗的 就算是巅峰时期 他们面对起来 依旧的小心翼翼 在轮回盘的上空 毁灭女神 也是满脸 不敢相信 同处于神明序列 血色平原之主知晓的信息 她自然也是知晓 甚至更加的清楚 也是因为更加清楚 她的脸色 逐渐变得苍白起来 神奇念不可能被奴役 因为找寻不到真正的根源 他们跳出三界之外 不在五行之中 但这世间万物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 神奇念也是如此 就比如轮回之主 就有手段打破这个规律 奴役神奇念 这个手段就是轮回印 只要这个轮回印落下 就能通过轮回规则的力量 找寻到根源 从而成功进行奴役 这个轮回印的手段 被轮回之主烙印在轮回盘上了 灵凡能借来轮回盘的力量 那就预示着 同样能使用轮回印 这种借来的轮回印 跟真正的轮回印 自然是比不了 可他们当前的状态 也跟巅峰时期的神明比不了啊 难怪林凡这么有信心 难怪林凡要跟他打赌 这一切早就有了预谋 等着他上套呢 想到输了的赌注 他顿时脸色更加苍白 心乱如麻 而作为当事人 林凡并没有丝毫波澜 他自然是早有准备 不然 他如何会傻乎乎地 去跟人对赌 毁灭女神 以为自己掌控了赌局 实际之势自己跳坑里 更多的规则力量 从虚空龙船蜂拥而出 真正认主且 完美契合的远古神兵 旗内蕴含的力量 对林凡没有任何排斥 就跟是自身蕴含的力量一样 此时被调动而出 全部灌输到 六道轮回旗盘之上 就跟一尊掌控规则的神明 在操控 从而真正发挥出 这件远古神兵的威能 接引下来 更多轮回旗盘的力量 六道轮回旗盘 作为六道轮回盘的钥匙 两者自然同源 要借来轮回盘的力量 并不是难事 不过 想要真正发挥出 远古神兵的威能 必须得有规则力量 来推动才行 否则无法做到 毁灭女神没有预料到 林凡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满盘皆输 三个迷你轮回盘虚影 从轮回盘之中脱离而出 映在魔神三人组的眉心处 遭受重创的他们 根本没有抵抗力 瞬间就被烙印 掌控杀戮规则 在他眼中就没有轻易延弃的 不管面对任何存在 他都敢于亮剑 进行全力一搏 可当他看到轮回应时 瞬间就被摧毁这个意志了 战役请客见消散 眼中之余下浓浓的忌惮 最终他悠悠摇头一探 放下了手中的血色长剑 真没想到 有一天竟会被一个人类 逼得如此狼狈 不过这一切 本尊会找回来的 伴随着一道叹息话语 血色平原之主的身体 净化为一阵血雾缓缓消散 之余下他手中的血色长剑 插在原地 杀戮化身 他这一次过来的 并不是真身 而是利用卸剑 这一把远古神兵 还有杀戮规则的力量 转化出来的杀戮分身 不过这不代表着 他这一趟没有损失 将本命兵器丢在这里了 他的实力可谓大损 真正地损伤到自身的元气了 当然了 比起魔神三人组 他的结果要好上太多了 轮回应开始发力 深深地鸣刻在三人组的本源当中 任由他们挣扎 都无法摆脱 甚至 他们想要自爆自身 在轮回应的力量 影响下都做不到 轮回之主 开辟出轮回地府 这个大世界的无上古神 其手段之霸道 根本不容抗拒 栽了 魔神无奈一探 最终只能躺平 任由轮回应声跟发芽 在他没心处 形成一个轮回应激 有这个轮回应激在 他就无法反抗 灵凡这个施展应激之主的号令 更加无法伤及分毫 要是敢于违逆 将会经受轮回之苦 生生世世 三人组醉降的魔神 都只能认栽 另外两个 就更不用说了 早就已经躺平任由蹂躏了 他们满脸苦涩 看了看边上的魔神 想要开口说什么 但最终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责怪吗 当时他们也是同意了的 现在说责怪的话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作用 未经之计 也只有拿得起放得下了 轮回应之事 让他们听从灵凡的号令 并不会抹除 他们个人的思想与智慧 只要好好办事 未来也不是没有机会 让灵凡这个施展者 解除这个印记 知识以双方的仇怨 未来他们不好过就是了 见过神主 不管心里怎么想 他们都只能接受当前的状态 正扎着起身后 就给灵凡拱手施礼 你们 我 看着给灵凡行李的盟友 毁灭女神很想要怒斥 可最终 却喉咙被卡住 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也在了 而且在得更加彻底 灵家庄园 所有的灵家成员 都有些提着心 尤其是灵浩这个 提出建议的策划者 更加难以平静 对于父亲的实力 他有着绝对信心 但神明这种 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的存在 有着什么手段没人知道 真要拼命起来 谁也不敢说可以完全招架 之前上门偷家 知识匆匆一个交手 发现短时间拿不下 便退了 并没有真正死战 可现在灵凡这个老父亲 要做的事 却是死战不可避免了 放心吧 你爹的手段多着呢 没人能让他吃得了亏 看着担忧的儿子 柳无焉这个母亲 轻声开口安抚 对于灵凡这个丈夫的平行 他可以说再清楚不过 当初两人相爱相杀 从头到尾 他都被算得死死的 吃亏的 也一直都是他来受着 平时他虽然言语狠手 可实际内心 一直记忆犹新 在当时 这不算什么好的回忆 但在现在 这些却算是两人的美好邂逅 有时候想起来 他都不自禁露出一抹笑容 就比如现在 再次想到 两人此前的事情 他的嘴角 再次洋溢出一抹幸福的微笑 来自母亲的安抚 让灵浩的心绪平复了很多 当看到母亲 发自于内心的幸福微笑 灵浩也是跟着露出了笑容 娘 可以跟孩儿说说 你跟爹以往的事情不 灵浩笑着开口问道 我跟你爹啊 柳无焉眼中带着追忆 将一些两人的过往说了出来 当听到自己娘亲 怀着自己的时候 还跟自己父亲打架 灵浩也是止不住 眨巴起了眼睛 心里庆幸 幸好自己够顽强 不然还不知道 给自己老娘甩到哪去呢 娘 你跟爹的以往经历 还真是多姿多彩 她最终只能如此评论 脸上的笑容 有些难以维系 柳无焉像是没有看到 嘴角笑意 依旧地微微点头 嗡 就在娘俩交流时 庄园所在区域的虚空 突然震荡起来 接着 消失不见的几道身影 再次显现在梁亭底下 不过相比于一开始 少了一个身影 几个神明的表情 也出现了变化 复杂中带着恭敬 成了 看到这些神明的变化 灵家的众人就知道 事情成了 灵凡这个一家之主 没有让人失望 就算面对神明 依旧能够轻松拿捏 绝对掌控 不愧是我玲珑的老子 果然够牛逼 简直无敌了 以后 我也一定要成这么牛逼的男人 玲珑挥舞起拳头 脸上满是骄傲 神采更是飞扬 不过下一刻 他就当场粘了下来 因为他的耳朵 再一次被亲娘狠狠地揪住了 气宇轩昂的无敌少年 转眼就哀悠哀悠地求饶了起来 众人被直接逗笑 林凡也露出一抹笑意 这就是家的感觉 温馨气安逸 不过这一切 得去尽心尽力守护才行 否则就会被摧毁 外面天地的来人 在他这里折戟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青年男子 两人只是小喽喽 他们后面的 才是真正大恶 要是无法应对 那他现有的一切 都会被无情摧毁 好在这一切 并不是无法处理得了 现在收了几个神明充当打手 等再联合大秦之主 这一切 也就真正有了对抗的资本了 以他们的主场优势 只要能够扛住 要解决也就不难了 对于这一点 林凡还是很有信心的 不过这个信心 没有为许多久 就遭受了当头棒喝 你说什么 大秦之主神秘失踪 朝堂现在被赵高掌控 林凡接见了一个人 当这个人说出带来的信息 他整个人都震惊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个接见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此前聘请林凡帮忙 一起镇压那尊神奇念 最后送上海量资源 做报酬的那个年轻格老 两人相处很不错 可以算是朋友 印象也相对深刻 知识这个年轻格老 相比于之前合作时的神采飞扬 此时狼狈了不知道多少 劈头散发 被褐色物质 沾着劈散在身上 衣袍也破破烂烂 气息唯米不堪 看着就跟一个乞丐一样 要不是相熟 林凡也不会相信 眼前之人是大秦帝国 最年轻的阁老 赫赫有名的存在 是的 面对询问 这位年轻的阁老 满脸苦涩地点头 这一趟 要不是有忠心的护卫拼死护送 他早就已经死在帝都了 可就算这个样子 他这一路过来 也遭到无穷追杀 最后一个护卫 也在来到凌家庄园前倒下了 要不是他的运气好 刚好遇到在外面巡视的凌家暗卫 他的下场 也不会比护卫好到哪里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如何神采飞扬 没有被彻底击垮 都是他的信念坚定了 两位公主呢 林凡的眼睛微微眯起 一抹冷意逐渐弥漫 跟陛下一起失踪了 要不然 朝堂也不会被赵高这个 咽狗来把持 可恨 可恨 年轻阁老回答着回答着 就咬牙切齿了起来 脸上是化不开的恨意 还舞动起了手 显然已经彻底失去了冷静 当得到这个回答 林凡的神情 彻底变得冷了下来 本来一切顺利 只要将大秦之主联合 就能大势已成 可现在 大秦之主却神秘失踪了 连带着迎咬两个姐妹公主 也同时失踪 朝堂还被赵高给掌控了 这可谓是出乎预料 降林凡的节奏打断 不过 这里有一个疑点 那就是 赵高一个天子宠臣 没有主子之称 按理是会被痛打落水狗才对 如何可能掌权的了 不说皇族同不同意 就是那些大家族在朝堂的代言人 也不可能同意 这个荒唐的事 一条狗而已 仗着主人费几下就算了 还想翻身做主 想什么呢 完全不可能的事 赵高如何能掌权 林凡没有藏着掖着什么 直接就问出了这个疑问点 他的身后 有神秘强者在支持 那些大家族的代言人 都被强行设服了 就连皇族的人都选择了沉默 默认陛下不在时 掌控朝堂话语权 我跟几位同僚大人怀疑 陛下跟两位公主的失踪 就跟他后面的神秘强者有关 年轻格老 强行让自己的心境平复 将掌控的信息道出 他不惜一路被追杀 都赶来林凡这里 自然不是诉苦的 而是希望能得到林凡的帮助 放眼天下 当前的局面 也只有一路高歌崛起 神秘莫测的林家之主林凡 可能能提供帮助了 神秘强者 听完年轻格老的叙说 林凡的神情变得有些阴沉 脑海中想到了那些外来者 他这里正准备联合 没想到那边就已经动手了 要是真如此 这个局面就有些被动了 联合的一个重要环节 出现了波澜 这确实很被动 不过世间的事 哪有十全十美的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唯一担忧的 就是失踪的两个朋友 也就是盈妖两姐妹 尤其是作为妹妹的盈盈 虽然性情杂杂乎乎的 跟个捣蛋鬼一样 但却真心降临凡 当做朋友对待 上次去宝库的时候 恨不得将自家的宝库掏空 热情的不得了 两人相处可谓很不错 姐姐虽然要冷淡一些 一开始双方还有矛盾 但慢慢也相处融洽 算是不多的朋友 林浩这个长子 能够重塑体质 就出自他的恩惠 现在得知两人出事了 林凡自然做不到无动于衷 将年轻格老略做安顿 林凡就换来了林小彤 见过家主 林小彤恭敬行礼 从小到大他 对林凡都保持绝对尊敬 从来都没有鞠躬自傲 嗯 林凡微微点头 看着明明年纪轻轻 却白了头的晚辈 他的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心疼 此前为了保护灵溪 等三个调皮的姐弟 林小彤不惜燃烧 自己的生命本源 哪怕有林凡这个神药师 帮忙调理 依旧留下了后遗症 受缘方面大大受损 也就是 为了保护灵溪等三姐弟 他拥有的寿命 会比同境界的人 要低一大减 这是真正豁出了命 在守护林家的一切 如此尽心尽力的晚辈 林凡如何能不疼惜 辛苦你了 林凡开口勉励 抬手认真地拍了拍 林小彤的肩膀 不苦 能为家主效力 是小彤这一生最幸运的事 林小彤摇头道 眼神中满是坚毅 显然是肺腑之言 林凡对此没再多言什么 两人间不需要 太多虚妄的话语 彼此的心意 彼此都清楚 这是一件太古神兵 是杀戮一道的凶兵 也是杀戮规则显现 你尝试 能否让其认主 林凡不会去多言 但对于这样的晚辈 他会去多做 将此前从血色平原之主 那里收脚而来的血剑 从空间戒指取了出来 这一把血剑 有些类似于血神圣交 他们利用血炼之法孕育的血剑 或者可以说 血神圣交孕育的邪兵 就是模仿了一丝 这把血剑的雏形 太古神兵 林小彤的目光骤然一凝 他对这种神兵不是很熟悉 可杀戮规则的巨线体 不需要熟悉 知识看一眼 就知道其不凡 尤其是其本身 胸兵时 体内旁腐有什么要被点燃 缓缓伸出手 他将林凡手上的血剑接过 明明在林凡手中沉寂的胸兵 来到他手上时 出现了震动 一丝丝血光 从剑鞘跟剑柄缝隙中弥漫 看到这一幕 林凡的眉宇微微一挑 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 通过轮回盘的力量 他已经将血剑上面 属于血色平原之主的印记抹除 轮回的特性 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太大难度 但太古神兵 都是规则的显现体 就算没有主人 也不是谁都可以操控得了的 只有神兵本身真正认可的主人 才能显现出神兵之威 不然 也只是一件硬一点的兵器罢了 就比如虚空龙船 没有认主的时候 只是墨盒上面的通行工具罢了 虽然看起来神奇 但却没有展现出什么威势 可一旦认主 不单让林凡的实力飙升 还赋予了操控规则的力量 现在 血剑拥有认主的苗头 这确实是一件很好的事 太古神兵的威能 还有种种神奇的功效 林凡可以说是亲身体验过了 要是林小彤能够成功让神兵则主 绝对能获得极大的好处 甚至是天大机缘 用心去感受 用心跟其建立上联系 尝试将它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神兵则主 也是自身意志的一种特殊延伸 林凡开口嘱咐道 谢家主 林小彤双手托举着血剑 此时他的杀戮之意开始沸腾 他不单是杀戮圣体 还拥有着最纯粹的杀戮意志 可以说是天生的杀戮之道显现者 在修炼杀戮一道上面 可谓是从未遇到过阻碍 久违能够一日千里 而不被杀戮所迷 就是因为其纯粹的杀戮意志 作为杀戮规则一道的太古神兵 跟他确实有极高契合度 两者之间几乎是同出一员 林凡对此也很高兴 再次开口道 杀戮不是在家静坐 此次我给你一个任务 在任务时好好去感悟 若是能领悟到真谛 相信神兵会真正则主 请家主示下 林小彤恭敬开口道 林凡没有磨蹭什么 将调查两姐妹失踪的事情 交由林小彤 跟其率领的暗卫去负责 此时的林家暗卫 早已发展成了庞然大物 再由李三刀跟佛门合作 开拓出来的信徒外围进行侧应 整个大秦帝国 都已经被笼罩 调查能力可谓拉满 再由林小彤亲自出马 林凡相信 很快就能有信息反馈 小彤领命 在林小彤的心里 林凡这个家主就是天 家主的指令无条件贯彻 此时也没有二话 郑重领命下去迅速执行了 林凡目送其离开 这一趟任务的波澜 绝对不会少 他有种预感 在不断的波澜中 林小彤绝对不会让 他这个家主失望 而林小彤下去没多久 林浩这个长子又找了上来 父亲 联合的重要一环出现了波澜 接下来该如何应对 是否要改变一下计划 林浩给自己的父亲 恭敬行了个礼 就开口询问道 作为联合计划的提出者 他对这个计划自然很上心 得知计划出现了波澜 他自然不可能无动于衷 半途而废 不是他性格 兵来江挡 水来土掩 看了看已经跟自己 一样高的长子 林凡笑了笑回道 听着父亲的回答 林浩一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了 林凡主动道 再好的计划 都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既然出现了问题 那应对问题就行 区区外来者而已 虽然要认真应对 但也不需要过于敬畏 林浩文言一直微微点头 对于父亲的观点也很认可 可父亲的下一句话语 却让他再次不自禁 眨巴起眼睛 林家家主再次要娶气了 这个消息刚传出去 整个天下再次沸腾了起来 就算朝堂动荡 这个消息依旧出现了震动 掌控了朝堂的赵高 更是一而再进行了过问 那些大家族跟大势力 就更不用说 感知到风雨欲来的他们 都迫切想要一个硬靠山 而强势带领着林家崛起的林凡 无疑就是很好的目标 在一次次的劫难中 在面对危机 他们有着惊人的目光 当然了 一些知情的人 在此时都生出了疑惑 都什么时候了 林家家主 还有心思取交妻 爹 你来真的 林浩看着忙碌起来的家 眼睛再一次眨巴了起来 他本来以为是开玩笑 或者自己父亲 故意弄出一点动静 可看四处张灯结彩 广发邀请函的样子 这哪里是故意弄动静 是真正的要大婚啊 林凡笑着道 你不是想卫父 给你找新姨娘吗 之前还让卫父去负责联合 怎么 现在卫父给你找了 你还不高兴了 我 林浩一时间不知道该说啥 他自然不会有什么不高兴 可现在的状况 不是一个适合取妻的时候啊 大敌当前 要是一个应对不好 很可能整个林家 都会被一锅端了 把你的心放肚子吧 卫父心里有数 你也老大不小了 也得物色下合适的对象了 林凡笑呵呵地安抚 别人这样做 确实不合适 但在他这里 取妻就是一种修行 尤其是这一次目标可是传说中的远古女神 以系统老弟的尿性 这个奖励绝对是超乎想象的 父亲 我还小着呢 林浩汗颜不已 没想到 这说着说着 就落到自己头上来了 他虽然跟林凡这个父亲一样高了 可现在还没成年呢 找对象这太早了一些了 而且他的人生目标 是五道巅峰 紧跟父亲的脚步 完全没有要找寻伴侣的想法 至少暂时是没有的 他可没有父亲的能耐 要是有一堆红颜羁绊 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 有办法好好修炼了 不小了 你二虎叔叔的儿子 比你还小几岁 现在都嚷嚷着 要找小媳妇了 林凡开口批评 他口中的二虎叔叔 正是苏二虎这个林家护卫统领 早些年也成婚了 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虎头虎脑的 不时嚷嚷着要找媳妇 是一个逗逼性格 总是惹人捧腹大笑 林凡现在拿出来说是 林浩顿时有些遭不住 比起只有十岁的虎 他这个大哥确实不小了 孩儿突然想起 还有件急事要处理 就不打扰父亲了 预祝父亲您新婚快乐 林浩怕自己父亲 真逼着自己找对象 赶忙跑路了 林凡也没制止什么 对于孩子 他从来不会有什么强家 不管是找对象还是嫁人 都有他们选择 他相信自己孩子的眼光 目送跑路的儿子离去 林凡就闪身来到 轮回正式核心地 为了保密性 也为了能打出一张 出乎意料的牌 林凡并没有 有将收服的神明曝光 不过这个核心空间 被林凡分割成了两个 其中小的 由魔神三人组落脚 大的则有毁灭女神 一个人的私密空间 魔神三人组的小地方 没什么好待的 林凡之看一眼 就来到毁灭女神的私密空间 此时的毁灭女神 已经没有了往日的 弹幕俯视天地 虽然气质依旧清冷 可却多出了其他情绪 犹如天上的仙子 跌落了凡尘 逐渐被万丈红尘侵染 当看到林凡到来 他也没有冷言以对 知识神情复杂 对赌输了 而且还是以规则立誓 想抵赖赌梅 有办法抵赖 唯一的选择 只能是愿赌服输 可愿赌服输 毁灭女神难以去深想 看向林凡的目光 也愈发复杂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嫁人 更加没有想过 自己会嫁给一个人类 你这是什么眼神 是不是看到 我这个未来的夫君 过来看望你 开心的不能自已了 林凡笑呵呵地说道 他自然知道 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打趣 毁灭女神的心 本来很是复杂的 可看到见兮兮的男人 一股火气 瞬间就冒了上来 本来复杂的注视 很快就变成了怒视 自己也是真的傻 竟然被一个人类男子 给套路了 活了无数岁月 竟然会被一个 只活了数十年的人类男子 玩弄于手掌之间 这让他很生气 也让他的心里很难受 人类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欠奏 心里有怒气的他 也没给什么好脸色 直接咬着牙道 哈哈 林凡对此直接大笑了起来 一个高高在上俯视天地的女神 被自己强行拉入凡尘 这确实是一件 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毁灭女神将林凡海 笑得这么开心 顿时更加生气了 到了他这个境界 按理喜怒 都不会有太大波动 到了几乎掌控 自身情绪的程度 可自从遇到林凡之后 他这个境界 就被打破了 怒火时常不受遏制 总有一种要打人的冲动 要不是顾及自身的形象 他都恨不得 在眼前嬉皮笑脸的男人 脸上狠狠咬一口 没办法 属实是太过于气人了 林凡没有这个觉悟 或者说他故意这个样子的 只有让对方 找回更多的情绪波动 才会将情感几乎忘却的女神 彻底拉下凡尘 虽然跟对方的结合 出发点是为了系统的奖励 可作为自己的女人 她自然不希望 只是一个工具 而想要完成这一点 首先第一步 就是将对方拉下凡尘 沾染上红尘的气息 成为一普通女子 拥有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行了 不要再磨牙了 再磨牙牙齿 都要给你磨碎了 你现在可不止属于你一个人 做人做事 可不能太自私了哟 林凡笑着开口安抚 同时脚步缓缓 朝对方走近 毁灭女神文言 本来很生气 可看到林凡的动作 还有不断靠近的灼热气息 让她的心神骤乱 整个人都止不住后退 但修为被封印的她 如何退得出 林凡的手掌心 明明是往后退 但却让两人之间的距离 更加近了 再一次感知到了彼此的气息 你你要干嘛 她慌乱地抬起双手 抵在不断靠近的林凡胸口上 林凡顺势 抓住抵在胸口上的小手 带着坏笑道 还能要干嘛 当然是娶你回家了 娶我回家 当听到这个回答 毁灭女神的脑海 再次宛若惊雷乍响 思绪也再次化为 浑恶的江湖状 整个人请客见 陷入到失神的状态